二零二零年七月大巨蛋主管內部首次在鏡頭前曝光 不過時隔一年座椅陸續安裝 卻是以黑白灰三個色階設計 整體看臺用淺色呈現 就被外界質疑球飛在空中 有機會被融進淺色座椅中 恐怕會干擾球員第一時間判斷 問題一羅寬 連原本十月要市營運也宣告跳票 現在疑似連民眾黨黨工也看隨 看看群組名稱 寫著民眾黨桃園市黨部 這個對話疑似就是內部對話 有黨工寫下認為大巨蛋問題很複雜 不幸大巨蛋沒有問題 還有黨工幫新竹棒球場喊約 說看到有人拿天母跟新竹球場來比 真的非常好笑 因為天母八千萬主要換人工草皮 新竹是原地打掉重建 差異非常大 天母棒球場其實只有做草皮的整修 所以並不是像這個新竹棒球場一樣 是大幅的整修 所以他就把他拿來割倒菜 都藉由此來賺取自己選舉的利益 連民眾黨的這個賴群組裡面 都有人看不過去 連議員也炮轟 不要為了選舉趁機轉身量 因為黨工對話還說 12億的新竹球場下面還有蓋停車場 就算不打棒球也能提供市區停車 而桃園國際棒球場 朱利倫花了超過8億也是急救張蓋起來 但下面沒有停車場 這是一般網民看不到的 這個群組是過去志工朋友們 為了方便聯繫而籌建的 並非跟黨內任何組織有關聯 那發言的也不是黨工 只是民眾黨也成期 這群組並不是正式群組 裡面志工要討論任何事很正常 請外界不要過度解讀 三立修理 維持著阿萱 台北報導